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一周博文观世界时政 这里是一周国际 我是马英林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3月2日 今年的20国集团至20外长会议 是新得里登场 印度总理莫迪通过视频之开幕前 成全球多边机构未能应对世界上最紧密的挑战 针对当今世界多边主义处于危机状态的现实 莫迪提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全球治理家构本应发挥的两个主要功能 即是一通过平衡互相竞争的利益 来防止未来战争发生 二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促进国际合作 他指出通过监察过去几年出现的金融危机 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恐怖主义、战争等 全球治理在这两项本应发挥功能的任务中 全部都失败 3月3日 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北部一座右傅发生火灾 至少19人遇难、数十人受伤、三人失踪 火灾发生在当地时间3月3日晚间20点20分左右 当时雅加达北部印尼国家石油公司工作人员 在灌装燃油过程中出现技术问题 导致储存容器内压力过大 随后燃起大火 消防部门紧急出动 51架消防车和260名消防员到现场撲火 3月4日凌晨才将大火撲灭 受伤人员被送到去当地多间医院接收周知 遇难者遗体被送往 雅加达东区印尼国家警察医院鑑定身份 3月4日 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峰会在卡塔尔首都多下举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和来自全球46个最不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或代表与会 第二次会议聚焦消除贫困 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创新等议题展开协商对话 并围绕2022年3月商定的最不发达国家发展路线图 多下行动纲领进行讨论 尋找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可行路径 并付诸实施 第五次联合国最不发达国家问题会议 将于3月5至9日在多下举行 主题会议为从无控潜力都繁荣发展 3月5日 为期4日的2023年加拿大国际抗业大会在多伦多开幕 来自全球的参战商和业内人士 在大会期间进行相关技术、产品、服务展销、抗权交易等 多个主题的行业研讨 去年12月 加拿大政府发布了关键抗产战略 并为此提供38亿加元的联邦资金 对从地球科学和探索到矿物加工、製造和回收应用等一系列行业 提供提供支持 该战略对铃、石墨、铃、铜和稀土元素等31种关键框产提出重点关注 3月9日 印尼财政部官员在加雅达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 印尼已出台新政策将向电动摩托车购买者发放报帖 印尼财政部财政政策司司长菲利比奥在发布会上说 印尼政府今年将向25万架电动摩托车购买者发放每家7、8万元印尼盾的补贴 大约相当于3200元人民币 其中20万架为新扣置的电动摩托车 5万架为传统燃油摩托车改装为电动摩托车 根据新政策 获得政府补贴的电动摩托车必须在印尼生产 国产零部件比应在40%以上 该政策还规定 符合条件的电动摩托车生产信 不得因政府补贴而提高销售价格 3月7日 1023年柏林国际旅游交易会在柏林汇展中心开幕 吸引了来自161个国家和地区的约5500间参展信 本届展会 2为改变而开放为主题 是该展会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次线下重体 与新冠疫情爆发前不同 近年的展会只是对专业人士开放 柏林市掌握费自出过去一年旅游业显著服装 柏林亦从中受益 他说 新冠疫情期间 柏林和其他城市一样都曾经非常安静 现在这些日子已经过去 德国和其他国家的游客回来了 德国旅游协会主席諾克特菲比希认为 德国旅游业终于走出了2021年的低谷 预计今年德国旅游业的营业额 有没有回到疫情前的水平 3月8日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抵达机舖 展开为俄乌冲突爆发以来 他对乌克兰的第三次访问 古特雷斯当日和乌克兰总统 举行联合记者会的时候说 延续黑海粮食协议 以及根据该冲仪的目标努力创造条件 最大限度地利用黑海的基础设施出口糧食 对各方都自关重要 他强调 该协议有助于降低全球糧食价格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而乌克兰和俄罗斯稳定出口糧食和花肥 对全球糧食安全和糧食价格都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糧食问题 古特雷斯重盛罗 他将努力减轻俄乌冲突带来的影响 他说 联合国一直坚持 为乌克兰人提供急需的人道主义援助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内容 感谢收听和观看 同时记得订阅美国中文广播电视 Guard TV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和最新消息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 接着 李加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